Mathieu是一些商業的顧問 他現在是自由地做商業顧問 他之前是有些公司做一些網絡、IT、Google、Instagram 和廣告等有關於很多不同的行業 我見到Mathieu的簡介裏都說他是想做一個白武士 就是去標籤一些有困難或財困的一些公司 一些店舖去提供一些建議或顧問的形式去幫助他們 是大分的 如果大家的大兄姐妹想認識他多一點的話 待會完結了熟拜之後就抓住他聊天 我們很開心,很感謝你今天來分享 給他掌聲 好,大兄姐妹,早安 好,大兄姐妹 我很感謝主 多謝蒙福堂大家的邀請 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訊息 我其實都頗興奮 因為我都沒有什麼機會試過 參加一些教會 是所有人吃所有人的 所有人互相可以喊出名字 然後又可以很熟悉的 互相關心 我感謝主 可以來到大家當中 我亦都很興奮 可以跟大家一同去敬拜 我今天的題目叫做博盡無悔 這個題目聽起來好像有點容無 我選一些字體也有點容無 但我相信今天的內容是適合所有人去聽的 我們去分享神的話語之前 我們一起祈禱 好嗎? 參與主,我們多謝你 我們多謝你是我們的救主 多謝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犧牲、流血、受死 亦都為我們復活 叫我們有新的生命 叫我們有盼望 叫我們可以一同進入你的榮耀當中 我們求你與我們同在 求真理的聖靈 而現在這一刻就充滿我們每一個 對我們說話 感動我們 叫我們能夠得著能力 聽我們的禱告 祈禱奉主明求 阿門 今天我預備了一個經文 就是在歌羅西書 都是歌羅西書 正說大家是否背 叫做怎樣 讀我的經文的時候 都是歌羅西書 又是這麼巧 我今天預備的經文 都是歌羅西書 都很長的 整張聖經多一節 但是我又想讓大家的記憶 能夠深刻些 我們不如一起讀 好嗎? 預備 一二三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 就當求在上面的事 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 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他顯現地時候 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所以要是死你們在自上的肢體 就如淫亂、烏慰、邪情、惡慾、和貪婪 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 因這些事 神的憤怒彼得到那半逆之子 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 也曾這樣行過 但現在你們要起絕這一切的事 以及老人分厚、惡度、惡惡 並口中污謂的言語 不要彼此說謊 因你們已經奪去救人或救人的行為 穿上身身人 這身人在知識上漸漸更生 正如造他的主的形象 在此並不分欺離離人 猶太人受葛禮的、未受葛禮的 化愛人、洗古提人 遺奴的、自主的 唯有基督士包括一切 又住在各人之內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物 聖結蒙外的人 就要全面向隱慈、謙卑、溫柔、忍耐的心 倘若者人與那人有艷彼 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遙恕 主怎樣遙恕料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遙恕人 在者一切之在 要全在在心 愛心就是聯絡全得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 你們也要去此蒙照 歸為一體 且謙傳彼音的心 當用各樣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風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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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存在心裡 動字章、訟詞、靈歌、彼此孝道 互相劝解、心被陰陰 歌众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命,借着他感谢父神。 你们作妻子的,当信服自己的丈夫,在上宇宙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可护代他们。 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老,因为是谁所弃绝的。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自弃。 你们作伯人的,要凡事听从你荣入身的主人,不要少在眼前自奉,将是土人起源的, 总要全心诚实,谐为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将是及主做的,不是及人做的。 因为你们知道,全主那类别得罪,愿意不上次。 你们所侍奉的,乃书主耶稣,那帮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也认得天待人。 你们作主人的,要公平平平,对外博人。 因为知道你们有意,主在天上。 啊,终于读完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好,经文非常之长。 但是进入经文之前的时候,我就想回到这个封面那里。 有没有人看过这一套电影? 是的,《降居领》。 这一套电影是改编《真人真事》去拍摄的。 那么,几年前呢,去播放啦,上映啦。 那么,话说呢,就是这个主角呢,就是一个呢,反对战争,不愿意伤害人的一个美国,救援兵。 那么呢,他就上到战场上面,那他去到这个沖繩岛战役,那个的战事当中的时候呢, 有一天呢,他们美军就大败,那些美军就撤退。 撤退了之后呢,他呢,就不忍心,见到他的同伴就在这个战场上面呢,没有人救。 那么,他就一个人,就单人匹马,就在那个战火当中,很激烈的战火当中, 他就逐个逐个逐个,逐个这样救。 而且呢,就将他们,就掉到原来那里,就等原来下的美军可以接那些的伤兵,就送回他们被救。 他总共救了75个人。 那么呢,就没有人帮他,他只是自己在那里揹着他,咬着牙关。 他就不断祈祷,主啊,帮我救多一个。 主啊,给我救多一个。 主啊,给多一个我。 他呢,就不断地救这些伤兵。 当然啦,我今天呢,就不是讲那个电影的内容。 但是呢,我想借用他的事件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呢, 原来呢,他已经豁出了,完全不顾及自己的性命,或者自己的安全。 他只愿意,可以救多一个人。 他完全豁出了。 在今天我们看的哥罗西书里面呢,其实呢,我们看到呢, 当时呢,是保罗,在罗马被远禁的时候, 写信给哥罗多,哥林,哥罗西,哥罗西教会的。 这样呢,就,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呢,当中呢,就提及了一个的道理。 就是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基督的新人类。 我不知道呢,你对这个身份呢,有些什么的感觉呢? 那么呢,就里面对我们的身份有什么的感觉呢? 我们是基督新人类,为是基督新人类, 我们呢,靠着耶稣呢,是成为了基督新人类的。 这个身份对我们有什么感觉呢? 作为基督新人类 虽然经文里面说是穿上新人 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们是基督新人类的时候 这种感觉可能就像我们搬去一个新的地方住的感觉 可能你是搬进大学宿舍 你可能是刚刚结婚搬进去新居里面 又或者你真的要搬去一个新的地方 甚至乎暂住在别人那里 这样是一些陌生的环境 灯制在哪里你可能也不太知道 接着你又要适应一下那些东西放在哪里 或者家里面的空间 其实你又要重新习惯 甚至乎你怎样去煮饭 洗衣服 浪衣 这些日常的生活 你都要去习惯 但是无论你喜欢不喜欢 其实你都是要继续 很尽力去习惯 你才可以继续去生活 作为基督新人 我觉得是一定要尽力去适应的 一定要尽力去适应的 这个身份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 起居饮食 工作的态度 或者我们和身边人的关系 我们都要重新整理 要过 有一些的习惯 有一些生活的态度 处事的方法 甚至乎有一些罪 有一些罪 我们都要一拼过去改过 但是这些改变对于我们来说 一定是无法靠着自己可以去改变的 唯有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自己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 在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多认真地将耶稣当作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多认真地将耶稣当作我们的生命 在三章第一节里面 那里可以提到 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上面的事 对于你来说 什么是上面的事呢 信了耶稣就可以什么都不管 就只是想上面的事 你日常的生活 有些事情很纏扰你的事 都可以不理 都可以不思念呢 我们每日生活当中 一定有些事情在纏扰我们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些事情在纏扰你 有没有些事情在阻碍你呢 是没有办法去思念上面的事呢 平时的生活里面 会不会有一些事情 令到你没有办法思念上面的事呢 刚才呢 刚才呢 Jack介绍过我 少少 2006年呢 我呢 就开設了一间公司 叫做白武士 叫做白武士 都挺帅的 我觉得 那呢 是一间呢 在网上帮别人 卖广告宣传的公司 那 因为 经营困难的缘故呢 我刚刚呢 这个11月 过去两个月之前呢 就近次呢 正为那位 姐妹 哈哈哈 这个情况 那我呢 公司业务 已经正式结束了 那我就先走了 那就正式结束了 虽然呢 我将公司的名字 就卖了给人 但是呢 对于我来说呢 都已经是完结了 由开始 这间公司 到结束呢 我都抱着一个希望 那我刚才和师母分享过下的 就是呢 我是希望呢 我们那间公司呢 成为一间呢 宣教的公司 啊 给神使用的公司 啊 见证耶稣的公司 听起来都挺算 思念上面的事啊 那啊 其实呢 上帝也有使用我们公司的 我们也有 祝福不同的人的 在经营公司的 期间呢 其实呢 就离不开呢 遇到困难啦 生意上的问题啦 同事的问题啦 财政的问题啦 呃 其实呢 这些的事呢 每日都是我思念的事 你问我啊 每日都是我思念的事 生意越多 压力越大 有不同的处境呢 是令到我困扰得很紧要 呃 精神的压力啦 身体的压力啦 跟太太 跟家人的关系 都受到影响啦 那就是主啦 让我呢 重新可以有开始的机会 啊 呃 虽然呢 我现在呢 没有固定的工作啊 呃 我现在 我开始学了 怎样形容我现在的状态 呃 呃 我现在是一个自顾人士 哈 哈哈 我现在是一个自顾人士 哈 没有固定的收入 哈 那但是呢 呃 呃 我就多了很多空间啊 呃 因为呢 我 不需要理我的同事啊 我又不需要呢 准时发公司呢 去打卡啊 跟着呢 我就多了很多时间呢 可以学习呢 思念上面的事 我自己觉得呢 如果呢 要思念上面的事呢 我们一定要有空间 啊 如果呢 你每天呢 的时间呢 都是密密麻麻的 哈 没有时间呢 安静的 没有时间灵修的 或者呢 赞美的 哈 哈 没有时间呢 去祈祷的 没有时间呢 去敬拜的 没有时间去自我检讨的 你怎么可以思念上面的事呢 每个人呢 亲近神的方法呢 都是有些不同的 有些人呢 可能是唱诗歌啦 有些人呢 可能是读圣经啦 有些人呢 可能是看淑灵书籍啦 呃 这样呢 就 我呢 就有一个的癖好 我觉得呢 我亲近神一个的 我觉得很好的方法 或者时间呢 就是呢 洗澡的时候 哈哈 我很喜欢呢 在洗澡 淋着花灑的时候 祈祷的 又或者是唱诗歌的 我觉得那段时间呢 是很舒服的 啊 可以呢 和神呢 很接近的 那么呢 这个也是我一个个人癖好来的 那么另外呢 就是 我喜欢 其实我又不是真的那么喜欢跑步 但是我又很喜欢呢 跑步那种呢 独处的时刻 当你一个人在那儿跑 跑步的时候呢 这个世界呢 好像呢 突然间明正了 的 那么呢 我就喜欢呢 跑步的时候呢 就与神相交 那么呢 其实呢 什么方法都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 你知道 在你繁忙的生活里面 怎么样 可以抽离一下 去思念上面的事 啊 除了呢 洗澡和跑步以外呢 我以前呢 就回过不同地区呢 去工作 那么 包括銅鑼湾 中环 九龙湾 金钟 尖沙咀 听起来呢 这些地方呢 都是太过繁忙了 那但是呢 我又发觉呢 我总是在公司附近呢 找到一些呢 可以安静的公园的哦 我又总是找 我最奇怪的 有一个呢 就是在九龙湾那些工业大厦中间 那些小巷呢 竟然有呢 一些椅子呢 被人坐得休息的哦 那我又总是呢 找到一些呢 休息的地方呢 在吃饭的时间呢 我就刻意不吃饭 就先坐下逃告 那有些时间呢 我就是呢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我才再吃饭 或者呢 就买外买回公司去吃 其实呢 我邀请大家 你都要去想一想呢 你平时呢 有没有一些的时间 你是可以抽离到 安静一下 每日都安静一下 不是21日这么少 是30日 31日 下个月呢 是29日 这样呢 每日都安静一下 你去思念上面的事 好 我现在就给大家一个机会 有30秒安静 去思念一下 你什么时候可以思念上面的事 一干好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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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30秒到了 原来30秒可以这么长的 那么呢 我不知道你的守望者是谁 不过呢 最近你那个人呢 你就会跟他说一声 你想到呢 你平时呢 我说的呢 上班或者平时生活里面呢 你在什么的空间呢 你可以抽空来思念上面的事 好 好了 我们呢 就真的没有时间了 在敏敏麻麻的空间里面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给大家的 这样呢 无论如何都好 下个星期呢 你再见到那个弟兄姐妹的时候呢 你就问一问他 这个星期里面呢 你有没有真是认真落实地去抽空 来去呢 学习思念上面的事 好 在第三章呢 第四节里面呢 经文里面提到 当主耶稣显然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与主耶稣 一同显然在荣耀里 如果我们呢 要与主耶稣呢 一同显然在荣耀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今天呢 在地上面的生活呢 是应该怎么样过的呢 如果我们将来是要与主耶稣 一同显然在荣耀里 那我们今天在地上面的生活 我们应该怎么样过呢 经文里面呢 就说呢 保罗说 我们要自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呢 淫乱 污慰 邪情 恶辱 和贪囊 贪囊就与拜偶像一样 另外呢 在三章八节呢 你也提到呢 要弃绝者一切的事 以及恼恨 憤怒 恶毒 磨磨 并口中污蔑的言语 如果我们检视呢 我们呢 平日每日的生活 究竟呢 我们呢 这些救人的事 或者呢 这些救人和救人所作的事 我们是否已经完全摒弃了呢 其实都挺容易中的 恼人也是太容易了 是的 贪囊也是太容易了 贪小便宜更加容易 而且 如果你发觉呢 现在我们的世界呢 所有的商店呢 都是呢 邀请你去贪小便宜 无论你的付款方法是怎样 邀请你去贪小便宜 哈哈 哈哈 无论呢 你去到哪里呢 都是邀请你去贪囊的 有太多的东西 这样呢 我们有没有完全摒弃到呢 有没有一些坏习惯呢 我们心里面的邪情私欲呢 仍然呢 都在纏扰着我们呢 我想说呢 其实呢 无论你信了耶稣多少年呢 这些罪呢 都仍然呢 在门口那里呢 在等着呢 来去 去继续呢 去纏扰你 去引游你 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呢 才能够能够胜过 在过去呢 半年有多的社会动荡里面呢 我们经常呢 在电视啦 在facebook啦 在whatsapp啦 在四周围啦 都看到很多片啦 很多报道啦 很多人在评论着 作为呢 基督的新人类呢 我们究竟呢 听到这些的愤怒啦 惡毒啦 污慰的言语啦 我们采取了什么的态度呢 即是我们采取了什么的态度呢 我们是 作为一个基督的新人类呢 几年前呢 基督教界里面呢 曾经呢 在同性戀的 婚姻合法化的议题上面呢 有一些的讨论啦 有些不同的讨论啦 我呢 就曾经呢 不知道来源之前呢 就手动转发了呢 有关呢 某某名牧师的言论 后来呢 就有呢 弟兄呢 就告诉我呢 其实我所转发的内容呢 根本呢 是断掌取义 和呢 不是某某名牧师呢 所出的手笔来的 那我就呢 就突然间仿然大悟 原来 竟然呢 即是呢 我帮助了呢 传达一些虚假的消息 虽然 看起来呢 都是 没有偏离到 基督教的道理的 但是呢 始终呢 都是虚假的消息 自此之后呢 我就立定心志呢 如果不是在 如果不是在 官方网站上面 所见到的内容 我都不考虑转法啦 除此之外呢 我都更立志 在一个Whatsapp里面呢 不单单呢 以这个的表情符号呢 来去回答一些 複杂的问题 或者複杂的内容 哈 因为呢 以免呢 产生误会 因为这些表情符号呢 我永远都分不了 究竟呢 你伸着一条你流汗啦 以及呢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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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在那里 是有什么分别的 我更经历了呢 有一件事呢 我觉得很难得的 就在一个小组里面 因为呢 我们小组里面 有一个的导师呢 患重病 但我们没有办法去探望他 他患重病的时候 那我们呢 就邀请主耶稣呢 进入我们Whatsapp的群组里面 为了呢 为了呢 我们所亲爱的导师啦 呢 肢体啦 用谈话式的方法呢 呢 去一齐呢 去吐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用Whatsapp 谈话式吐告 呢 很奇妙的 我告诉你 哈 在Whatsapp里面呢 互动地去吐告 哈 一人回答一句 互动地去吐告 哈 接着呢 Whatsapp呢 竟然呢 就成为了呢 我们小组里面 一个 跨时空的吐告室 大家 又大家 正在上班 大家 又大家 为了同一件事 在吐告中 但是 有时差的 可能是相差一两个小时的 谈话式吐告 哈 有没有试过 谈话式吐告呢 我不知道你们教会 是否流行 但是呢 我们呢 偶然很喜欢 用谈话式吐告 保罗呢 所提及的新人呢 是不单是呢 保罗所提及的新人呢 是不单是呢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 而是呢 从群体的角度出发的 而且呢 亦都呢 是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 第二章里面呢 所提到呢 基督呢 就是教会的头 教会的手 教会呢 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呢 是可以一同活过来 蒙照 归为一体 所以呢 在第三章里面呢 我们看到呢 保罗寫到 说 不要彼此说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呢 在个大家庭教会里面 我们彼此说坊 其实都 挺难接受 但是呢 当时呢 很明显呢 哥罗西教会呢 一定有这个问题 所以呢 保罗呢 就说了这一句话 不要彼此说坊 倘若呢 你人与那人有严规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谣说 其实呢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 总是很难的 不是说呢 我和你朋友 就必然可以朋友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呢 今天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 有没有一些的严厉 有没有一些的事情 令到我们呢 是互相之间呢 是关系呢 是不好的 又或者呢 你永远呢 看到有些人呢 永远呢 是看不顺眼的 我告诉你 我也会有的 太多了吧 那呢 就 在这些处境里面呢 有时候呢 我们甚至乎 得罪了弟兄姊妹呢 我们呢 是不道歉的 又或者呢 就是我们连得罪了人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当主耶稣呢 叫我们呢 学习彼此相爱 一顿一书呢 三章十八节里面提到呢 说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誠实上 有什么具体的行动 有什么具体的行动 可以让我们 学习彼此相爱呢 有什么具体的行动 但是我告诉你 可能这些具体的行动 只不过是 打声招呼 这么简单的 可能这些具体的行动 是没有什么 那么大不了 但是如果我们 永远都收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永远都不会 学得到 有一次呢 教会里面呢 就有个弟兄呢 就要求我呢 就 去预备我开会的议程 他呢 其实呢 才是我会议的主席 但是呢 因为呢 那个议程里面 涉及的范围呢 是我侍奉的 岗位的一部分 所以呢 他就一下呢 就射了个球给我 那么呢 我就没办法啦 硬着头皮呢 就帮他呢 起草我议程 那我就发了电邮给他 那 但是呢 开会的时候呢 那个弟兄呢 竟然呢 连看都没看过 亦都没有带他去开会 那么呢 我就 我就生气了 因为呢 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 你在这样浪费我的时间 那么 一起开会的其他弟兄姊妹呢 就跟我说 不要紧要啦 继续开会啦 但是呢 其实呢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基本上呢 都 什么都听不到 因为呢 内心呢 生气得很紧要 直到呢 开会之后呢 我根本呢 跟那个弟兄呢 半句举 都不能再说 什么都不能再说 很生气 那么呢 在回到家的期间 就算回到家 我也呢 放不下这一件事 但是呢 圣灵呢 就不断地提醒我 要学习 宽恕 那我就跟天父说 真是学不到啊 真是学不到啊 天父 那个弟兄呢 这样浪费我的时间呢 完全是不尊重我啦 之后呢 那我就去了洗澡啦 那洗澡呢 就出事啦 因为洗澡呢 那我就在洗澡的时候 讨告啦 那呢 圣灵呢 就继续提醒我 要怎样去学习宽恕啦 我就下定决心呢 洗澡之后呢 就打电话给那个弟兄 跟着呢 就主动跟他说 我刚才开会的时候呢 就真的很没礼貌 但是呢 圣灵呢 又提醒我 道歉还是道歉啊 道歉之后呢 不要再加其他 任何的其他解释啦 那呢 如果再加解释 就已经不是道歉啦 那呢 那呢 就洗澡之后 我就真的打电话给那个弟兄 那他听到我道歉之后呢 他其实呢 都没有什么表示啊 那呢 很简单地说 不要紧要啦 算啦 那呢 我们就收线啦 那 到了星期日呢 我在教会的楼梯转角那里呢 我就呢 遇到那个弟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完全呢 没有觉得有仇恨的感觉啊 那呢 反而呢 内心呢 很平安 很平静 这个呢 明显地呢 不是呢 我自己做得到的事来的 肯定呢 是天父造的作为来的 如果呢 我客观地看回这件事啦 那晚开会的议程呢 最后来呢 包含那些的项目呢 其实呢 是完全呢 将我呢 预备了的议程 完全呢 都包含了 而且呢 亦都呢 达到一些合理的议案 行动啦 那为什么我这么生气呢 其实我整晚没有听过 那天呢 其实呢 不过呢 是自尊心 过强 完全呢 看自己呢 过于自己所当看的 教会呢 是一个群体来的 这个的 教会群体呢 是有不同背景的人 不同性格的人 不同阶层的人 总括来说呢 我们呢 都是蒙赦面的罪人 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呢 根本呢 不能够呢 一同活过来 与他一同显然 在荣耀里面 在第三章 第十一节里面呢 哥罗西 教会呢 里面呢 提到呢 哥罗西书里面呢 提到呢 教会里面呢 包含 希利利人 犹太人 受割离的 未受割离的 化爱人 西古提人 遗奴的 自主的 这些呢 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呢 成为了教会的 这些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呢 成为了教会的一部分 大家呢 各自作肢体 今天呢 我们的教会呢 一定有一些呢 是土生土长的 一定有一些呢 是新来到香港的 一定是有一些呢 初信的 一定有一些呢 信了很久的 一定有一些呢 以前是拜神的 一定有一些呢 可能是信二代的 可能里面那些是信二代的 信主的第二代 信主的第二代 信二代 你看看 基督教也是很难领的 太多信语 那麽呢 就... 有些呢 要上班的 有些呢 可能呢 在家里去管理家务的 有些呢 可能是退了休的 但无论是... 怎样都好 啊 我们呢 都是呢 神的选民 圣结蒙爱的人 就要呢 全年吻 恩慈 謙虚 温柔 忍耐的心 如果呢 如果呢 中间有什麽的人 有严厉的话呢 总要呢 彼此包容 彼此要恕 彼此要恕 教会就是这样了 其实呢 这个呢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呢 彼此包容 彼此遥损 我觉得呢 啊 啊 我觉得呢 出法点呢 我们是要有同理心 啊 是不是呢 未明白对方之前呢 在未明白对方之前呢 不要呢 作出任何呢 的判断 如果呢 明白对方的感受 啊 如果我们要明白对方的感受呢 我们首先呢 要听一听对方呢 讲一讲他的原因 我们呢 未必能够呢 马上就接受 但是呢 我们呢 可以呢 選擇暂时不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的儿子呢 快要12岁了 再过多一个星期 就12岁 其实呢 由小到大呢 他都不容易表达自己的感受的 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呢 他呢 表达呢 喜欢或者不喜欢呢 他表达不喜欢或者不想要 在很多事情上面 他表达 不喜欢 不想要 其实呢 他的内心呢 是很想要 但是呢 你怎样追问他呢 他呢 他呢 都不会告诉你 他想要 那也是很恶定的 那么呢 就 在当场的处境里面呢 他呢 其实呢 在考虑很多呢 不同的因素 啊 他甚至乎呢 是太过理性地呢 去压抑自己的情绪呢 啊 去选择不要 啊 啊 就算呢 他呢 就算呢 我们来说呢 其实呢 我们觉得这些原因都不重要的 但是呢 对于他来说呢 就 却是很重要 我和太太呢 都要学习尊重他 尊重他的原因 和尊重他 选择之后的决定 或者是后果 如果呢 和安全 和健康没有大影响的事情 我估计大部分父母呢 照顾小时候的小朋友 都是这样的 和安全和健康没有大关系影响的情况下呢 我们都要学习尊重他 但是其实我儿子已经这么高了 哈哈 十二岁是比较高的 哈哈 哈哈 这人不怪我 啊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一个呢 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地方 第三章呢 第十六 第十七 第十六至第十八节里面 讲到 是用各样的智慧摆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比恩感 歌众神 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藉着他 感谢父神 其实呢 我们大多 其实我们呢 有很多的时间呢 互相之间呢 都会说教地呢 去彼此教导的 你一听到呢 弟兄姐妹说出 某些困难 或者处境的时候呢 你一定有方法 教他 教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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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有多少时间呢 我们真的呢 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呢 去行事 或者说话呢 如果呢 我们呢 每一件的事情上面呢 我们呢 都是抱着呢 奉主耶稣的名呢 去做的时候呢 可能呢 我们呢 每一句说话 做每一件事呢 我们都会小心很多 因为呢 我们呢 一定会怕呢 我会不会呢 有欲主耶稣的名呢 另外呢 如果呢 我们呢 另外呢 如果呢 如果呢 可以呢 每一件事呢 都去呢 藉着主耶稣 感谢父神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呢 在学习着呢 如何呢 去信服神的大力 嗯 罗马书里面呢 告诉我们呢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其实呢 万事呢 都掌管在神的手里面 就算呢 人呢 的角度呢 是好的 是坏的 万事都互相效力 就算我们觉得 那件事多差呢 其实都掌管在神的手里面 我们只需要呢 藉着主耶稣 感谢父神 就已经足够了 今天呢 我们看了一个经文呢 最后一段呢 是轮到呢 讲到我们那个 人制网络 呃 呃 人制关系的网络 我们呢 其实呢 每一个人呢 的人制关系网络呢 当中呢 我们呢 都有不同的角色的 有个时候呢 我可能是丈夫啦 有个时候 可能是太太啦 有个时候呢 是人家的子女啦 有个时候呢 是人家的父母啦 有个时候呢 你可能呢 是打工仔啦 有个时候呢 你可能是老板啦 当然啦 罗马 呃 当时呢 罗马的世界里面呢 呢 男性的地位呢 是比较高的 奴隶呢 在社会里面呢 是完全没有地位的 宝罗呢 很明显呢 是用一个暂身的角度呢 去展示呢 基督新人类呢 这个呢 重新排列的大家庭当中呢 耶稣基督呢 为首 大家互相尊重地位 尊重的地位 尊重的地位 角色虽然呢 有不同 但是呢 耶稣基督里面呢 大家都呢 都应该呢 合乎中道地 互相对待 如果呢 我们去想呢 我们有不同的角色啦 如果耶稣基督 究竟呢 在我们的角色里面 他会怎样去做呢 你幻想 如果耶稣基督是老板的时候 他会怎样去做呢 如果耶稣基督呢 他是妈妈的时候 他会怎样去做呢 如果耶稣基督呢 他是子女的时候 他会怎样去做呢 保罗呢 最后一个奪诺里面 他用了较多的篇幅 去讲到工作和工作的态度 在刚刚的一个星期前 我呢 就上了一个课程 那么呢 当时呢 课程里面呢 就解释到 告诉我们呢 其实呢 就 敬拜呢 就等于事奉 事奉呢 就是工作 那么呢 就 这个字 这个希列文字 或者这个希伯来文字 其实呢 就 原来圣经的翻译呢 就是工作 敬拜 和事奉呢 都是用同一个字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呢 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工作 敬拜 和事奉呢 都原来是同一件事来的 不论你是学生 是家庭CEO 是退休人士 或者是上班一族 神给我们的工作崗位 都是敬拜的一部分 我们生活呢 所有的细节呢 都是敬拜的一部分 就不单止呢 我们用多少分钟敬拜 因为每日 你们说 刚才有没有说 没有说 总之就是敬拜 总之就是敬拜 所以呢 是整天敬拜 咯 这样呢 就 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敬拜 也是我们事奉的崗位的一部分 是完全不能够分开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白 哥罗西书呢 里面说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将是土人喜欢的 总要全心诚实 敬拜主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类做 将是给主作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为你们知道 主那里必得着 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如果是侍奉主的话 那究竟你有多拼呢 你有没有拼盡去侍奉主呢 如果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任何的事情 都是侍奉主的时候 究竟你有多拼呢 作为基督新人类 基本上 是无法放弃 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将来 要与耶稣基督 一同显然在荣耀里面 我们是要积极地去改变 我们的旧和 去变成一个新人 一个全身的态度 靠着耶稣基督 用一个暂身的角度去搏进 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无悔今生 好,那我们一起祈祷吧 主耶稣说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 给我们作为你一个有你在我们里面的新人类 求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工作里面 我们都完全去摒弃我们旧人的样式 叫我们能够穿上新人 叫我们所过的生活里到喜悦 叫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的包容 彼此的遥述 叫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处境当中 尋求你的心意 从你的角度去出发 能够奉你的名去做 让天父能够起源 让我们能够懂得常传感恩的心 能够去过我们地上的生活 叫我们能够准备好 与你一同进入荣耀当中 天父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对我们的说话 教导 祈祷逢主名求他们 我们的心意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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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